LimaTorz 他們來做甚麼? 做胎毛筆 這將毛髮扣押 基本上是人類四歲後 並不是胎毛 所謂胎毛是自音 由摩像鏈體帶出來了 微發育成熟的毛髮,就叫做灰磨 筆是從小到大獲取知識的工具 爸爸媽媽幫你做這支筆 當然希望你透過這支筆 獲得你以後的成就 但當然這支筆是不能用的 因為頭髮筆不能寫,不吸水 另外,你寫得多的話 它脫掉出來,你不能補救 要做筆,當然要先收集原材料 幫嬰兒剪頭髮其實很講究 不同部位原來也有不同的意思 今天,梁小朋友就來剪頭髮做筆 立即直擊一下 男嬰剪頭髮,我們先剪前面 前面我們叫做龍靈髮 龍靈髮是男嬰的本命髮 用來做貪慕不吉不膽 龍靈髮生了一場 小朋友自信自強 我們不可以扭解,知道嗎 對,然後我們到後面 後面叫鳳髮 鳳髮代表男嬰的夫妻公 夫妻公生相對比較短 小朋友有點脾氣 要做事,在家裡 所以有些大男嬰主要,知道嗎 最後再剪兩邊的文昌和貴隱法 如意小朋友有文昌和貴隱扶持 就大功告成了 厲害 小朋友 有了做筆尖的材料 接著就要選筆桿 不同材質的筆桿都各有寓意 每一種木都有一個典故 傳統的典故 通常男生,男生多數會做紫檀或捱柏 為甚麼呢 紫檀是成財,就是寓意 好,紫檀為甚麼叫成財呢 紫檀這個成財期很久 紫檀樹 幾百年才成到財 無三不成幾 最快要三百年 捱柏就是懸崖邊的柏樹 肯定在懸崖邊YO 紧紧uste,於金步跑去石 extrêmement 都能把圑崖發動 而辦櫚邊 its 長期像春天般花開茂盛 亦希望小朋友的性格 唯一一個月都在春天頂盛的時期 亦說從孫之外發金枝玉葉 大富大貴 做胎毛筆,多數會做一對 象徵著父母 期望子女出人頭地,文武相傳 這個叫全家寶子壇 上面這是壽口 壽口代表甚麼 無論出了功名或中了狀元 總之成財之路必定有壽口和祝賀 下面有觀印送子或麒麟送狀元的模型 首先看到壽口是通洞的 這個可以扭開 這個叫全家寶 因為它集合了全家的元素 上面有一個小印,全家性 就是爸爸媽媽的姓 下面這裏是有小朋友的名字 所以就叫全家印章 正常來說,這些筆都會有個名字 用你的出生日期 還有如果做對筆的就有對暖 用個名字來做筆暖 還有如果一支筆就有七至八個次觸覆語 一支貪無筆基本的結構就是這樣 其實除了木材 筆乾質地還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例如是景泰藍 玉石 甚至是橡牙 真是一件可以擺出來欣賞的藝術品 這裏是橡牙 說了這麼久 就請師傅示範一下 一支胎毛筆是怎樣做出來的 從採完頭髮之後 就先要… 即是工序開始 是先要浸石灰 浸石灰脫脂 你頭髮有油 如果沒有石灰的幫助 你拿上手就很善 完全是拿不到上手 捲也捲不到 你浸完石灰之後 整個頭髮要梳 在水盆裡梳 梳是梳什麼呢 梳走雜毛,梳順它 梳到沒有毛 再從你的側頭髮掉出來為止 然後梳完之後 就要去拉板工 拉板工 首先要拉你的本命法 拉你的夫妻功 再拉你的文昌鬼陰法 所以要有三板頭髮在這裡 拉到它全部直完之後 就讓它抹乾了 把頭髮切平之後 就可以開始捲頭髮了 用本命法做筆膽 夫妻功做筆醫 文昌鬼隱法 就做最外面那層 綁好之後 就用松香黏上筆乾 再用海藻膏 用這種天然的定型劑來定型 綁開造膏的叫做紮筆 綁好之後 你不斷要裂掉散的毛出來之後 其實它已經有很多脫掉了 但是你要把它弄尖 一枝胎毛筆就基本完成了 師傅說 筆尖要符合圓、尖、建、齊 四大要求才叫好 圓要飽滿 尖是說法風 見則是書寫行見 齊則是說做筆時的毛全都齊 不會有些雜毛彈出來 所以叫圓尖見齊是一個基本的毛筆要求 所以要做筆做好之後 最好就放在小朋友的文窗位 有利他將來讀書和工作發展 信不信由你 但是胎毛筆背後 吻含著父母對子女的愛 就無花無假 始終小朋友一生人 只有一次做胎毛筆 所以想之後作為紀念 只要他身體健康 非黃騰達就不治癒 如果他有自己的理想 他可以,所以做就行了 其實胎毛除了可以做胎毛筆之外 還可以做這種壓碎印章 可以幫嬰兒鎮壓著太碎 有吹吉鼻胸的作用 而不夠特別的話,也不要緊 還有我手上這個 瓷帶印章 裡面黑黑的會說一粒 就是嬰兒乾了的瓷帶 無論用甚麼形式紀念 最重要的都是背後的心意 希望各位嬰兒都快高長大 做父母的心願都可以成真 拍攝當日,有一位嬰兒來做一個很特別的儀式 叫做百日爪 顧名思義 就是嬰兒一百日大的時候 給他選擇不同的文昌器物 正所謂三歲定八十 由他選擇的東西 預測一下他將來的興趣和命運 拿起了… 拿起了蜜 對了… 這是甚麼? 是蜜 聰女,拿起了一枝蜜條 將來一定是個滿透蜜水 飽讀詩書的才女 回覽